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成在年少时就和他爹高欢的宠妾勾搭成奸了 非常潇洒地给自己老爹扣了一顶绿油油的帽子 平日最大的兴趣也就是夺他人的妻子看上了旧抢 后来更是看到谁的妻子好看旧条性 对方不从还直接杀掉 甚至连自己弟弟高杨的妻子都不放过 高成整天还热衷于谋划篡位的事 可是上天跟他开了一个天大的行道 你要当皇帝我就不让你当 就在高成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时候 加奴把这位四处播种的皇帝杀死在了夜城东百堂 高成的弟弟高杨成天装风卖傻 却捡了一个大便宜 篡位登基 改位为齐 北齐就这样出现了 二 傻子逆袭 北齐惦剧杀人狂 从小到大都流着鼻涕 被人当成傻子的高杨 也或许是前面被哥哥高成抢了妻子 导致心理扭曲 他也勉强维持了几年的正常状态 便开始暴露自己的龌龊本性 生起气来 连自己的亲生母亲都打得半死 打到楼太后跪地求饶 还在无聊的时候 将自己家族的全部女人聚集在宫中 命令她们扒光衣服 与她的宠臣乱淫 对于那些姿势不够优美的宠臣 他直接责骂鞭打 甚至仗毙 这样已经让人忍无可忍 还有更过分的 他在院子里造了大锅 长距 错刀 石锥等刑剧 边淫勒边看着犯人被砍杀 也因此导致很多人被冤杀 高阳每次醉酒后都要亲手杀人 割下四肢 或投到火里焚烧 或投到水中喂鱼 甚至有时兴起 他从百官忠告抽奖活动 随意叫出一人当场斩首 对于他的宠妾 他更是变态不已 有一天 高阳突然脑洞大开 想起薛平这么漂亮 万一给他戴绿帽子怎么办 为了防患于喂绿 直接拒杀了这位美人 然后把他的头藏在怀里 在随后举行的宫廷晚宴上 正当大家举杯相碰的时候 高阳怪笑着 取出人头往桌上一扔 然后对着人头放声嚎哭道 家人再难得 这是何等之可惜啊 满座宾客 望着这血腥的场面 漠不惊恐变色 高阳却越哭越伤心 拿起人头哽咽着出门而去 然后亲手肢解了爱妾的尸体 并用腿部的一块骨头 做成一把琵琶弹唱 还给自己的爱妾出病 一直痛苦不已 像个疯子一样 有一次高阳无聊闲逛 到了已故的众臣 崔仙家里 问崔妻 你想他吗 崔妻答 我们结发多年 夫妻情深 没法不想念啊 高阳说 你真是忠贞之妻啊 真的想念的话 我便做个好人 送你一程 说完 一刀罢 催妻脑袋跺下 扔到墙外去 高阳的生母 实在看不下去 责骂他所作所为 太过分 结果高阳怒道 你这老太婆 再多嘴多舌 我就把你嫁给胡人 疯癫皇帝高阳 因嗜酒成吉 无法进食而死 享年仅为三十岁 高阳驾崩后 北齐皇室经过 一系列的流血政变 最后皇位落到了 他弟弟高湛的手中 三 王国路上的开路者 高湛的异常行为 和高成非常相似 都是迎人妻子 而且尤其偏向于 本家亲戚 高湛刚一即位 就逼尖了自己的嫂子 高阳的皇后李氏 后来他又相继取了 高阳几个侧氏偏飞 显示了他们兄弟之间的深厚情谊 高湛对哥哥的妻子们 爱不释手 但是对几个侧子 却横竖看不顺眼 一个个都乱棍打死 其实凭心而论 高湛对北齐王朝的最大贡献 不是乱伦和残杀 而是生养了一个天才的 神经病患者高伟 这个高伟后来成为了 高家变态行为的极大成者 四 蝎子 咬人这么好玩 怎么不早跟我说 北齐后主高伟 也是变态神经病中的一朵奇葩 高伟即位后 他的弟弟南洋王高绰 为定州刺史 高绰出行时 路见一个抱小孩的妇女 高绰上前一把夺过婴儿 为了他养的狼狗 婴儿的母亲嚎啕大哭 对高绰又拉又扯 高绰被这位妇女激怒了 他把婴儿的血涂在妇女的身上 纵狗活活把她给咬死了 高伟听说后 马上让高绰进京 当时大臣们都以为高绰会受到法律的严惩 没想到高伟见了高绰 第一句话就是问高绰 你在定州什么事情觉得最好玩啊 高绰顿时来了精神 回答道 把人放到蝎子池中折咬 特别有趣 第二天一早 高绰令人把连夜抓来的蝎子 倒进大浴盆 然后随便抓了一个人 扒光衣服 扔了进去 只听那人来回翻滚 声音淒厉 画面生效 无不慎人 高绰回过头 大骂高绰道 这么好玩的事 怎么不早告诉我 高绰后来又迷上了乞讨 他在华林园设立了平儿村 自己穿着乞丐服讨饭 居然也是玩得一心浪然 乐在其中 高绰还特别喜欢显示皇恩浩荡 从不吝惜 封赏官职和爵位 只不过奖赏的对象不是大臣而是动武 他最喜欢养马 亲自给马配饲料 马有俊首一样的名号 按时给他发放俸禄 比照现在 他们至少也是享受正厅级的待遇 皇后的侍女冯小莲 是个天生游物 会歌舞 按摩 迷得高维 心醉神弛 爱不释手 与大臣议事时 也让冯小莲 溺在怀里 羞得大臣们 满脸通红 他满不在乎 反而让冯小莲赤裸身子躺在大殿中 让众人 观赏其玉体 北周五帝眼见 北齐的皇帝 一个风似一个 便有了趁机讨伐之心 周五帝亲自率军 大举进攻北齐 兵为晋州 这时候高维 正在与宠妾冯小莲 在齐连池打猎 接到急报后 正玩得高兴的冯小莲 大为不满 对高维说 皇上想做个 做事半途而废的人吗 打完猎再去救援 怎么就不行了 高维呵呵一笑 继续与冯小莲玩乐 不再理会来报的人 结果一误了军机 直接导致了 北齐之后的灭国 北齐这个王朝 虽然短暂 可是每位皇帝 都刷新了大家的 道德认知下线 纵观历朝历代皇帝 也只有他们 整个王朝一起犯病 没事发疯变态了